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当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 他就会在别的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 我非常的深信这一句话 而且觉得这一句话非常有正能量 所以我想考量一下 这一个疫情啊 到底要为我们打开一个怎么样的窗 很多人会说 你看看 你看看啊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死这么多人 你不怕吗 你到底要命 还是要钱 我看在讲这些话的人 真的其实是很关心我们的 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处于的位置 通常都是中上阶级 中上阶级的人 他们有这个能力 去把自己自我lock down 然后就避开那些 细菌 那些病毒 可是很多中产阶级以下的人 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如果lock down 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不是病死 就是二死 那么我相信他倒不如打开那道窗 跳下去更好 什么都不用管了 那么疫情这一个疫情呢 给很多政治人物呢 给很多政治人物呢 私教的一个管道 尤其是给那个中国 中国啊美国啊 英国这些大国 就是去展示他们的威力 他们的爱心的时候 如果是给他们的话 他们是打开了什么样的窗呢 那就是窗库 敦火 敦火 敦一秒 敦一秒 敦的越多的 那个国家就是越强的 那这个疫情呢 也是让很多的 夫妻啊 情侣啊 有很多很多的考验 就是必须要lock down 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啊 能够生活在一起啊 这是一个他们 目昧有求的时刻 可是就当他们 太多的时间住在一起 而太多的机会 互相磨合的时候啊 就有太多太多的新闻 在开回那个lock down的时候 就是离婚分手 离婚分手 那么上帝给他们 开的那道窗叫什么呢 那很明显的 就是创伤了 还有啊 还有就是很多的 基督教徒啊 都是相信啊 这个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了 这一个疫情啊 就是一个symptom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世界末日要来临了 他就开了一个相信的窗 给一些不相信的人 你还不信我们 你还不信我们 世界末日要来了 地球很危险 赶快去到天国去吧 他们开的那道窗就是 天窗 嗯...还有什么窗呢 呃...不管是什么样的窗 呃...我们都必须要感恩 我们今天不管是在这个门里面 还是窗外面 我们要感恩的东西就是 我们还能够复习 如果你可以去迎认识 如果你在这NERD